德云社小剧场相继关闭后 让德云社的粉丝们对德云斗笑社第二季 可以说是更加期待了 而在8月18日 德云斗笑社也正式官宣了播放日期 那就是在8月20日 在官宣播放日期的同时 还晒出了一组德云社当红明星们 为某时尚大刊拍摄的写真大片 据悉在这一季中 参加节目的各位演员 将为争夺钢蹦男孩而努力 郭德纲也转发官宣微博称 团宗大乱斗 到底钢蹦男孩花落谁手呢 在照片中 郭德纲 于谦坐在C位 参加德云斗笑社的一众徒弟们 分别站在两侧 从图片中不难看出 在德云朔永远的C位 都是郭德纲和于谦 而且两位大佬还是坐着的 站在C位的则是 鸾云平和岳云鹏 这应该也是无可中意的 鸾云平作为德云社的副总 总队长 郭德纲的爱图 德云社总教习高峰的搭档 站在最核心的位置 理所当然 而岳云鹏目前是德云社 人气最旺的相声演员 站在C位也是由实力和人气 所决定的 虽然郭德纲曾在德云社的演出中 调侃岳云鹏 说岳云鹏是德云社前两年最火的演员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 岳云鹏始终都很火 而且没有给德云社招黑 也没有给郭德纲惹事 做得最出格的事 可能就是刚开始有点飘了 但是被自己媳妇一巴掌扇了回来 尽管这两年 岳云鹏的综艺节目 没有前几年多了 电影作品也少了 但接连好几年参加央视春晚 频频登上微博热搜 足以证明 岳云鹏人气依旧爆棚 这也说明 岳云鹏依旧是德云社最火爆的相声演员 而且从这几年 德云社的大型演出看 2019年钢丝节期间 岳云鹏孙岳表演的 《来自病房的你》 则是笑点最密集 现场效果最好的象征节目 没有之一 岳云鹏不仅实力不俗 人气也依旧强势 所以在德云社的地位 目前看依旧无人能撼动 所以岳云鹏站在C位 那是妥妥的 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比较特殊 他是郭德纲的爱徒 也是德云社的副总 这几年 人气也是健长 关键是 随着观众网友 对传统相声的越来越喜欢 高峰和岳云鹏也越来越圈粉了 站在C位 也毋庸置疑 在晒出大合影的同时 德云社众人 为某时尚杂志拍摄的 写真大片 也颇有看透 比如上面这张 秦潇贤与搭档何九华 看上去还是蛮默契的 杨九郎坐在舞台上 一旁站着的颜鹤翔 王九龙 上九溪 则想看个究竟 下面这张也挺欢乐的 秦潇贤 张九龄 孟克堂 周九良 张九溪 貌似在表演着什么 神情专注 表情略带夸张 喜感十足 寡妇失业很久的颜鹤翔 虽然没有郭麒麟的陪伴 但也站在了妥妥的C位上 张九南 何九华 跳得很欢 杨九郎 曹赫阳 张赫伦 王九龙的表情 都很有故事可挖啊 不得不说 德云社的这些刚蹦男孩 各个都是活宝 宝藏 光看静态的写真图 就已经能感受到欢乐了 可想而知 德云斗笑社第二季一旦播出 节目效果 势必会得到极大的加持 所以八月二十日的开播日 就问你期待不期待